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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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因为他在2002还是2003年 011到03年其实在中文大学工作过 在当时在中大的21世纪杂志做编辑 所以他这次回来其实等于回到中大这个很熟悉的地方 刘群老师的人生非常丰富多彩的 他不仅仅是一个输灾的设设家 他是一个非常活跃的政治公共知识分子 经常在大陆不同的平台里面发表对公共事务的关注 他以前也写过诗歌 写过戏记 所以他是非常文艺青年的 好像也是文艺中年 所以不要以为他是很闷的一个人 但是非常好玩 非常丰富 有点非常生动的 我们今天的安排是这样子 我希望我们用他讲一个小时 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小时的讨论 如果真的大家意犹为尽的话 今天他们阳光非常好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我们会拉刘群老师到魏阳湖边 跟他在这个完婚之下 我们可以再继续思想讨论 我想他也很乐意的 他不乐意我们要拉他去这样子 因为我们这个房间只能够到5点15分 所以我希望今天我们能够有非常丰富的思想讨论 我们再次欢迎刘群教授 感谢宝松老师的介绍和安排 我非常高兴能够回到中大来跟这么多同学见面 而且是非常荣幸地加入了这个系列 这个系列大家前面已经知道 上个星期三已经领略了周连老师的风采 过两天还会领略这个刘群老师的风采 我好像夹在这两个株连壁壳的当中 我感到是有意为之 其实是因为你们知道在交响乐理或者什么 又有两个华彩乐章的话 中间要有一个比较安静的平息的这个尖奏曲 我想我就在充当这个尖奏曲的这样一个角色 当然我已经很高兴有这么多人来 我没有指望像周连老师那样爆满 因为他的学问很好写作也很好 但主要的呢他是年轻英俊和靓丽 所以这都是用周连老师的话 我说是Morally arbitrary the factor 所以我不会在意的 这做是一个奸奏曲 因为我在这里今天不是要发表一个宣言说 我认为这是对的 然后这是定论 这么大的一个问题一定是一个开放的问题 所以我今天来是跟大家分享一些自己的思考和观察 同时更是一份邀请 是一个invitation 是邀请大家一起来思考这些问题 就是中国道路跟自由主义的关系 特别着眼于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现在讨论这个问题是 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就是中国崛起 大家知道三十年特别迅速地发展 那么中国崛起这个事实 是否意味着我们开创出了一条独特的中国道路 就像宝松刚才讲的是一个 有别于所谓普遍的现代性 或者西方现代性的另类的道路 特别是在文明的意义上 是不是有一个自己的独特的道路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那么自由主义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 有没有相关性 如果有的话 会起什么样一个作用 这都是开放的问题 那么我进入正题快点 我争取在一个小时之内把它谈完 然后让更多的时间大家来讨论 大家知道这个关于中国自己 是不是能够保持自己独特性的 这样一个问题是很纠结的 知识分子一百年来都在这个 从比如晚清五四的时候 那时候有什么 这个西学东建以后 有那个西体中用 这个体用之变 中体西用 这样一些到科学论战 一直到中国1980年代的文化热 这个中国是不是会失掉自己的特殊性 在这个现代化的过程中 一直是困扰知识分子的问题 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问题 差不多长达一个世纪之久 那么有一点区别 就是说在以前的那个 关于中国的独特性的这个论述当中呢 主要的有一种 所谓救亡图存的危机意识 但是新一轮的这个中国道路 中国特殊性的这个论述 有一点不一样 是因为这是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 有一种豪迈的气感 因为我们强大了 我们有一个自己的这个 有一个这个志向好像不仅是说寻求 这个生存 甚至不仅在寻求富强 而是要致力于从中国出发 为塑造未来新的世界秩序和世界文明 开创一条新的道路 那么这个意识 大家说崛起了以后 强大了以后 有一个文化上的自觉和自主的意识 这个看上去是很自然的事情 但实际上呢 我们要非常小心地清理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说让我们要仔细地再想一想 中国经验 中国这个崛起的事实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们要辨析这个 我们中国的三十年的发展 是不是确立了一条中国的独特的模式 这个模式有没有所谓超课 或者说另类现代性的这样一种文明的力量 我认为对这样的问题 我们现在没有一个确定性的答案 而且是我个人是非常质疑的 因为大家想想这个三十年来的发展 在九十年代末二十世纪初 知识界大概有对中国的这样一个发展的解释 一个比较简单化的解释 一个现代化理论 就是说实际上呢 中国的发展就是改革开放了 中国的改革是开放背景下的改革 所以是改革开放是连在一起的 可以简单地叫做现代化理论 或者说自由化理论 也就是说我们的发展是 引入了西方的所谓自由的市场经济 包括管理科技等方面的机制 所以在这种视野下呢 中国的崛起就是与西方现代模式接轨的 这样一个结果 实际上不管是左翼和右翼的思想家 论者都接受这样一种理论 只不过评价是不一样的 刚刚有一种说法说 这个叫第一次思想解放 所谓第一次思想解放 就是说从改革前简单地聚视西方 转向全面接受甚至崇拜西方的现代化模式 他认为这是这样一个第一次思想解放的结果 但是这个发展大家知道 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造成了很大的问题 所以中国在这两方面都非常特殊 一方面大家知道迅速的发展 这个就不用多说了 在11年我们GDP超过了日本位居世界第二 当然这个水平大概是1860年的水平 我们还没有达到1840年的水平 那时候我们是世界第一 然后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这个有Martin Jax写 当中国统治世界 有张维维写什么中国震撼之类的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发现 迅速的发展也造成了许多严重的社会 这个就不用多说了 我们知道比如说最触目惊惊的是中国的贫富差距 社会分配的不公 我们的经济系数 保守的估计在0.48 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的不平等水平超过了世界上 几乎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我们还claim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 这是一个严重的触目惊心的事实 另外表现在大家知道 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 现在我们每天出门都是要查查 在北京上海特别是 要看看这个什么空气污染指数 然后有腐败 教育危机 文化精神层面上这些令人困扰的问题 所以你看 你用自由化论解释 他如果解释了问题 解释了成就也可能要解释问题 所以呢 在21世纪初 在90年代末的时候 有一批新左派的理论家 他是对这种发展模式非常批判的 他认为把这个称为 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 或者发展主义心态 认为 中国的这些问题 都是新自由主义的这样一个 跟西方接轨造成 也就是这样说 但是晚近以来 他们这个论调越来越少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的这个成就太触目惊心了 如果你把这些问题 把这些弊端归咎于西方 那么把成就也会归功于西方的 这样一套现代化的模式 那么中国在这里面的 中国自身传统和文明的作为 就非常非常可疑 于是他们提出了另外的论述 特别是我注意到 比如说在2008年的时候 大概是汪辉先生在日内瓦论坛上 发表一个演讲 他说 他说将三十年中国改革 全然说成是新自由主义改革 将是危险的 中国并不是新自由主义的典范 但也不是其反例 汪辉老师总是说一些很正确的话 他是非常辩证的 包包 比如说干阳先生他也会讲 就是说要发现中国现代性当中的 要把中国的现代从西方化的普遍叙事中剥离出来 重新发现和理解中国要素 包括所谓千年的中国文化传统 百年 六十年来的社会主义传统 包括改革开放 所谓通三统 大家知道这个著名的论述 这样一个思路就比较有意思 就是说 他不是简单地说这是一个现代化的结果 是有中国传统的内在因素 但是它的麻烦也是在于 就是说 如果中国因素确实对中国的奇迹发展起了作用 那么是不是要对它造成的问题负责 除非我们有这样一种自欺欺人的幻觉 就是说所有好的东西都是我们自己创造性的结果 所有坏的东西都是跟西方结果 现在确实有人在做这样的论度 这当然是进不去考验的 这是一种非反思性的幻觉 就是伟大的成就都是自我的创造 弊端和危害都是外来的结果 所以这里我想指出就是说 以中西对立的这样一种视野来看 它会有很大的问题 实际上我们知道 就是说 可能中国的因素也在起作用 西方的所谓 源自西方的一些因素也在起作用 而且它们造成的结果 可能既有正面又有负面 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大概 比较擅长于接受一个 权力比较集中的政府 政府力量很大 可以办大事 然后比如说 我碰到意大利的学者到上海来说 哇你们这个高速公路说 一年前还在策划 现在已经开起来了 然后一个地铁也是这样 我们在那位一块地 谈了七年还没谈下来 它说中国人真厉害 但我们就看到这个权力集中地面 它可能起了所谓正面的作用 非常高 但大家知道造成的这个危害 比如说强拆的问题 包括这个你一个决策特别有力 特别快地实施了以后 它如果没有经过反复论证 没有听取各方面的民主的审议的话 它造成了一个危害可能是非常大的 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 突然发展出一个新的城市 那时候变成了一个鬼城 大家只知道这样的例子 所以它可能既是正面又负面的 所以那么现在这个模式 到底在文明的意义上 是不是走出了这样一个 一个中国的特殊的模式 我现在看不清楚 因为我们现在讲的这些 我们讲的成就 大家想想看 GDP的增长 这个十字率的成高 贫穷人口的降低 这个比如婴儿死亡率的降低 这些指标全是普世指标 全是现代世界公认的指标 你说这些指标是西方的 我们中国人不认这个指标 那么中国奇迹就变成中国奇葩 就变成一个无稽之谈 虽然你是在追求一个 现在普遍世界都肯认的 接受的一个普遍的指标 那么中国道路在什么意义上 又是特殊的 你并没有树立一个说 我完全另类的标准 那么我们是不是在精神意义上 有一个不同意他们的东西呢 我在这里特别想提醒有一种 我看作是以中国特色为名义的 是非常非中国化的 或者我甚至可以称为反中国化的景象 如果我们把中国的文明 理解成有一种特别 每个文明当然有非常复杂的层面 比如说特别讲中国儒家 讲和而不同啊 君子啊 这样一种天下的理想 有一种我叫做强力崇拜的强国墓 突出的体现在某种 这种叫尚武主义吧 就崇尚武力的 战斗性的 民族主义的这个论述中 就是说 大家说强国梦 然后呼唤所谓英雄国家 主张跟西方决裂这样一种 它是好像来确定中国的 这样一个主体性的立场 表面上看起来 这是非常中国的 是非常独立的 但是呢在一种文明类型的视野上 这种版本的强国梦 陷入了一种跟中国传统文明 非常远的一种 我叫做非中国的形态 因为它对抗西方霸权的 这种理念和方式 恰恰是被对手塑造的 是被西方的某种特定 是西方的 旧的 所谓西方列强的那样一种 弱肉强势的 达尔文主义的那样一种 实力政治 也就是说强权即正义 所以这里的被谬性逻辑就是说 为了旧王图存 我们曾经学习西方 然后却遇到了 毛泽东讲的所谓 老师打学生的困境 但终于现在学生强大起来了 可以跟老师对峙 甚至可以反过来打霸道的老师 但打来打去呢 我们就打成了一片 我们以对抗的方式 更深入地跟我们的对手同化 所以我们在这个强大的过程中 如果按照这样一种 这不是中国模式的全部 但是非常强健地引人注目的 这种强国梦的这样一支吧 它陷入了一个西方列强体系 我觉得这个大概是 巴黎和会那个时候的一个世界 这个当然是另外一个故事 我认为是现代的世界和 两百年前的那个世界 并不是同一个世界 也就是说我们 在这样一种论述中 我们反对西方列强 其实是为了成为列强之一 甚至是愿意成为列强中的最强 这就是我听到一个段子 有一个幼儿园老师 他是很好的 是一个有儒家传统的老师 同学们 教育小朋友说 我们以后强大了 也不能欺负别人 这是我们要做中国人 这是我们优秀的文明团 然后一个同学就去说 老师 我们不欺负别人 怎么知道我们是强大的 所以在这样一种强国的梦想中 如果失败了是一个灾难 如果成功了 也谈不上走向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因为只是在同样的棋局里变换了对手 中国人登上了世界舞台中心上演的 仍然是西洋大戏 代替了西方人成为西方某种野蛮文明版本的传人 很有意思 这个有一个西方的哲学家 政治哲人叫施特劳斯 他有过一段话 他说他其实不太关心西方的没落者 斯宾格勒提出那个主题 因为他称这不是现代性危机的要点 在他看来 他说如果西方只是在实力上被打败 那么它的原话是 西方可以带着确定无一的目标 而光荣地走下历史的舞台 他言下之意 现代西方如果在势力上衰落了 那么他的现代精神仍然在世界上发扬光大 他的意思是 那个现代性危机仍然在延续 所以我认为现在 就现在目前而言发展的阶段 我们看不出中国模式在目标上和精神气质上 有多少彰显中国独特性的东西 特别是他的成就和问题并列的这样一个局面 也非常令人困扰 我们还谈不上对世界文明具有一种超克现代性危机的示范意义 当然我愿意 非常愿意听有一些朋友 特别是左派朋友 比如干一扬他会说 我们要终结对西方思想的盲目崇拜和迷信 这句话在原则上是不错的 我认为我们应该终结一切对任何一种思想的盲目崇拜和迷信 包括对所谓中华神话的 the myth of charnelessness 就这样一种崇拜的迷信 那么中国的崛起在现实当中究竟是否开创出了一个现代 是否能够走出中国独特的道路 是否能够从所谓富强走向真正的一个文明 这个文明不仅是对中国人是好的 对世界也是好的 这就是毛泽东以前说的 我们要对世界文明做出较大的贡献 这在我看来仍然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 那么更进一步的问题 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这么执着于是中国的还是西方 这么在乎这个是我们的东西还是别的 这里当然有非常复杂的因素 这个跟我们中国大概一个半世纪以来 跟西方接触对质对抗冲突的这样一个历史有关系 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叫《创伤记忆与血迟性民族主义》 这里边就是说 怎么样在创伤记忆当中 在这种trauma当中 一个人的自我确定是非常困难的 一个民族也是如此 这边有非常复杂的因素 但是如果我们总是把一个他者 一个强大的他者作为自己思考的 要么是崇拜的对象 要么是完全具体的对象 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获得真正的自主性 就这样一种对立的二元对立的思维 因为你盲从事当然是失去的自主性 你完全就是说 你说东我一定要走西 这是一种反向的制约 你知道 反向会受制约的东西 所以对我来说 如果对中国未来发展的道路也好 模式也好 有一个标准比我们的还是他们的更重要 就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好坏与否是比我们的还是他们的 是说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是更重要的 当然这个在做理论上敏感的同学肯定就问 什么叫好和坏 对谁而言是好的 是对中国人而言好的 还是对西方人而言是好的 刚才我已经举出了刚才那个 我们的中国奇迹的那些标准 那是对谁而言 这个大家可以想想 那么我进一步要问问题 当你说对我们是不是好的时候 我还要问谁是我们 你说对我们中国人 那么我们中国人意味着什么呢 什么是我们中国人 这是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 我们一直有一个概念 就是说中国是非常特殊的 这个在一般意义上也对 因为每个民族都是特殊的 但是我就像我那本书说 中国到底有多特殊 我们要问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随便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最近大家过春节了 中国到了马上要过春节了 我们就进入了春运区 好像铁道部是宣布 然后从1月15日开始 中国进入春运区 春运区是大概维持一个月左右 今年的统计说有38亿人次的流动 你想想这是非常独特的 你想想就是我在想 假设有一个外星人 他在观察地球 突然在2月份左右有一个月 在地球的一个局部 有这么多人口在那里移动 他们说都会改变地球自转的那个 什么是平 这肯定是一个伪科学的说法 足以证明这个规模和效应的 这个令人惊骇 你这个现象是非常独特的 你很难解释为什么这么多人要在这个时候 大家要去 我们这样回家过年 那么这个当然我们可以用中国传统文化来解释 因为说回家过年对中国人很重要 因为我们有亲情 有团聚 我们有我们的伦理的情怀 因为你如果把回家过年这件事 分解成一个个事件 用理性来计算它 绝对是不可思议 回家过年无非是跟人见一面 吃顿饭 放放鞭炮 怎么样 这些事平时不能做吗 而且你干嘛要花这么大代价 排这么长的队 忍受这么长的这个艰苦跋涉 这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你不能完全用一个经济理性的计算来理解它 你只能放在比如说一个伦理的这样一个意义上 这是孝敬 感恩 亲情 家庭纽带 但是大家想过没有 为什么古代没有春孕现象 这是一个 这是我们讲这件事情揭示了中国的独特性 但是之所以使春孕现象发生可能 What makes us in first place 是这么多的人他能够离开家乡 甚至能够离开自己的孩子到城市来谋生 这个事情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论理当中是不可思议的 我们现在知道有这么数以亿计 三亿 四亿 还是五亿农民工 他们常常 我们接触很多 大家知道接触身边有很多人 他们孩子就生在家里了 孩子不跟父母一起长大 甚至有的夫妻都不在一起 就是这样一个 在春孕现象里面 我们既看到传统文化的延续 要看它背后巨大的断裂 那里面说这是断裂多还是延续多 在我看来断裂多 如果是延续多 是应该一年四季在农村大家一起生活 到春节的时候 大家感激到上海北京 广州香港来 那才是延续多于断裂 所以这里面 中国的独特性是一个很纠结的东西 这里面不仅有 当然大家知道 造成这个现象有 有现代的社会的流动 但是还有城乡二元的结构 还有沿海地区和内地的发展不平衡 这都是社会学家讲过很多很多的东西 但是也就是说在现代化的这个进程中 这些人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但是还是做了一个跟传统的生活方式 几乎是产生严重断裂的一个选择 这个好坏很难勾下 但是这是一个很大的很难扭转的气势 我读这个韦伯早期篇演讲 在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里面 他也谈到东普鲁士农民离乡进城的行为 他说在雇农的内心深处 对于遥远的地平线总有一种模糊的向往 在这种向往的背后是对自由的原始冲动 也就是说它的地平线不一样 它的视域不一样 本来我们不知道存在那样一种世界和生活方式 当有一天报纸甚至特别是电视甚至视频 它有另外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可能是诱惑 可能是吸引 可能有很多迷茫 就是像歌里唱的很精彩也很无难 但是让它不去 让它forget it 让它无视这些东西 是越来越难以做到 然而这里就涉及到自由主义和中国道路的相关性的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要谈中国要不要吸收自由主义的某些原则和主张 我认为至少这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 但甚至至少我们要思考自由主义所针对的现代社会政治的问题 因为这些问题已经同样是中国的问题 因为中国并不是一个本质不变的有这样一个东西 你现在听当有些人能够那么理直气让谈中国文化 好像知道中国文化有一坨东西现在抓得住的时候 我感到很可疑你在谈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你在谈谁 哪个中国人 是有一些他们会很自信说 我们中国文化就是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就是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就是孔孟经典 这个叫Reductionism 但是我知道 我知道一个确实的现象是 在中国现在中小学生学外语的时间和精力 远远超过古典文学 然后有人说 你们在借用一些西方翻译过来的术语 实际上对很多人来说 甚至对大部分青年来说 西方翻译过来的术语 远比从古典翻译过来的 古典好像不用翻译 中国古代的文化翻译更省力 更清静 也就是说 中国实际上在很久以前就开始发现 大家知道 那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我们发生了一场 所谓Transcivilizational 这样一个变前 是一个跨文明的转换 这个跨面上意味着什么 我们每个中国人 特别是现在中国人 我们所暴露的文化环境 再也不是一个单纯的地方文化 我们每个人都存在 我叫做纵横交错的十字线上 既有时间纬度上的中国传统的东西 又有横向的世界性的视野 不只是西方的 中国传统也不只是儒家的 中国传统非常丰富 大家有儒道士 有精英文化 有民间的实践 非常丰富的一个东西 每个人是exposed 这么复杂的东西 而且经过晚清以来的变局 经过辛亥革命五四 经过中国的共产党 共产主义的实践和社会主义 你想想我们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 不管有多少人在讲 马克思主义的儒家话 他的理论之穷 是一个德国人的伟大创造 所以在什么意义上我们还能看 我们中国人是一个 有一个本质主义的东西 我们中国人有一个不变的基因和血液 这样一种比喻是非常可疑 大家想想看 说我们有一个中国的基因和血液 好像说文化是一个生物性的东西 但不是 你和你的丈夫或者妻子将来生一个孩子 他是无条件的被决定的 一定要继承你的基因 你去做DNA检测 如果不是那是会出问题的 但是文化不是这样 文化如果有所谓 用一个mentifers 用一个隐喻的意义上 说有一个血源 有一个基因的话 从上一代人到下一代人的传承 它是conditional 它要经过一个中介 经过一个社会实践的中介 这里边有制度的安排 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机制 比如说婆媳关系 现在有很多电视剧讲这个东西 婆媳关系 就是说年轻的媳妇怎么样要孝顺婆婆 即使怎么样有冲突 这一套是中国的一个伦常观念 它如果是基因 是血液的话 它不是无条件 它要有一套生产方式 比如说女性的地位 是屈从一先生的 屈从一她丈夫的 她在经济上不太能自主 还要有一些观念地配合 所谓男尊女背这些东西 当这个社会 当她也是一个受到很好教育 能够自由地去去找工作 能够有自己的事业 她的收入说不定还比你高 而且离婚不再是一个耻辱的事情 当这些社会实践和制度在那的时候 你说这是一个基因要传下来 你休想 你想错了 所以现在那个婆媳冲突会有一点问题 是老年人他们有一点悲哀 就是说我在做媳妇的时候 是玩的那套游戏规则 你现在就变了 这对他们是某种意义上不公平 对不对 他在付代价的时候他付了 现在他该收成了 但是下面一代人不认了 这是非常无奈的东西 有的时候我们要怀着这个深刻的同情 对每一个个人是要这样去看 但是这是社会的大趋势 没有文化基因这件事情 没有生物学基因这件事情 那么在我看来我要简短一点 我已经讲了 我认为在中国发生了三个非常重要的转变 我叫做现代性的社会想象的转变 这个跟整个世界是 跟整个世界的现代化竞争是同步的 一个是平等主义的理想 就是说我们可能传统社会 把人看作是有等级划分的 有血统高贵之分的 有高贵尊卑之分的 但现在我们不能接受这个东西了 我们把人看作是平等的 这就意味着每个人不会因为他的 比如说族裔 性别 家庭地位 在就业机会 在教育机会 在道德上 特别是在法律上被区别对待 我们是不能接受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在发生 但是我们不能接受 我不是说中国社会已经达到了这个 就是我们已经有强烈的 这样一个平等主义的价值理想 如果实践达不到这个 我们是不能接受 我爸是李刚 这句话不是在赞颂他 是在讽刺他和嘲笑他和愤怒 因为我们觉得不应该是这样 你爸是李刚 或者是李什么 都不能够这样做 这个东西我觉得是非常 我想至少从辛亥革命开始 从整个中国的所谓现代性兴起 我觉得社会主义的这样一个传统 至少在原则上 在实践上做的怎么样 我们有很多争议 在原则上是肯认这个价值 那么人是平等的 在道德地位和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 马上带出来一个政治问题 就是说你为什么要统治我 你是天子 你当然统治我 这是我不需要问理由的 然后因为我们每个人是平等的 你要统治我就要有一个理由 你不能天然的就有统治我 这样一个权利 让政治权威需要理由 这是所有现代社会 历经的一个挑战 所谓合法性问题 或者叫政治正当性问题 Political legitimacy 所以现代世界 每一个政府 他都是试图对统治的正常性 给出一条论述 他不能说 我就统治你了 你怎么办吧 甚至霍梅尼 甚至伊朗 甚至朝鲜 他们都在试图给出一个论述 但是既然是论述 大家知道 论述 他就内在地要接受反驳和争论 也就是说 只要一开始讲理 他要服从某种讲理的规则 那么自由主义 或者说自由民主的一套论述 他是试图在讲一个论述 他是试图在讲一个论述 而且在很多情况下 他是讲得通的 因为大家知道 有很多很多 从卢梭开始的那样一个 所谓社会企业论传统 他讲了一套故事 社会实现怎么样 这是另外一回事情 社会实现是不是达到了 就是人民主权原则 人民主权原则怎么实现 什么样的人民主权的 这样一个政治形式 能够更充分地实现人民主权 这都是可以争议的 在中国 我们在原则上 也承认人民主权原则 对不对 我们的最高领袖已经说过 反复地说过 最高领导人都说 我们的执政党 没有外在于人民的利益 我们所有的利益都是人民的利益 这个原则很好 这就是一个现在的政治原则 它如何达成 那么就可以变成一个经验上 可检测可判断的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是不是像你承诺的那样 落实了你的政治正当性 所期许的 所要求 所承诺的这样一些标准 我想这个基本上是没问题的 这是一个转变 第二个转变就是说 这个是更复杂一点 我觉得平等主义基本上 平等这样一个价值理想 是不太有争议的 是一个已经非常更正的地步 第二个就是 对自己自我理解的一个个人化倾向 我们知道就是说 中国人 我们一直有一种steerotype 就讲中国是集体主义的 西方是个人主义的 在某种印象它是成立 但是西方也不是一开始就是个人主义的 你们去看西方大多数思想家论书 特别比较重要的 查尔斯泰勒 他说西方一开始都不是这样的 我们有一个cosmos这样一个宇宙的整个结构 也是有等级的跟宇宙秩序处在一个 人只是在关系当中处在一个地位 所谓个人主义或者说个人化的自我理解 individual based self understanding 这是一个晚静的结构 经过了大概三四百年五百年的历史段 它不是没有理由的 我认为中国也开始从一个有机共同体的这样一个理解 主导的理解 走向了一个所谓个人本位的自我理解 这个当然不难 这个过程还没有彻底完成 而且在不同的阶层和不同的地域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但是这是一个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 越来越无可抗拒 其实很简单 道理是什么呢 这个当然可以写一篇哲学论文 我也市场写了一篇论文 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 我们知道每个人是个人的 每个人又是社会的 但归根结底呢 我们不知道 我不能说归根结底还是个人 它是跟社会的条件有关系的 我们每个人的生物界面是个体的 但是我们开始不一定知道这个东西有多重要 或者说这个生物学事实 不一定在文化上起很强很强的作用 比如说你从小生在一个村庄里 你一辈子都不会离开 这个共同体就叫有机共同体 我们社会学里面的书语叫organic community 什么意思 就是说这个共同体跟你的关系 就叫血肉相连 因为你的所有的生活意义 你的想象 你的世界 你的认知 全部在这个共同体里 你离开了 你就什么都没有 You're nothing 所以你离开了 你就失去了一切 所以是血肉相连的 这时候你没有一个单独的自我 甚至你是不能想象 你的自我永远总是关系型的 而且这种关系是非常凝固的 但是突然 也不是突然 渐渐的 现代化竞争包括几个 城市化 工业化 商业化 它带来的都是什么 人口流动 现在中国有这么大规模的人口流动 人口流动的意思是什么 你发现你居然可以从一个村庄里离开了 甚至长期离开 甚至永久的离开 离开以后你居然没有死 你发现说血肉相连这个意思啊 它只是一个隐喻 它并不像你的胳膊和你的身体不能离开那样 不能离开 它是可以离开的 有痛苦 有迷茫 但是后来你发现你存活下来 这并不意味着你成为一个原子化的个人 没有原子化个人这回事情 原子化个人是一个理论的一个device 你进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你跟陌生人打交道 然后你进入新的共同体 这个新的共同体不再是以血缘为主的 所以依靠什么呢 所谓陌生人之间是依靠契约和自愿 契约就是要有自愿在里面的 然后这个共同体 你可能在原子上你还是可以离开 但是你总会进入一个新的共同体 你看 由于你是流动的 所以个体这个事情突现出来 也就是说我自己的胳膊和我自己是不能分开的 但是我是可以跟一个特定的共同体离开 所以人的这个界面是个体的这件事情 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 它的文化意义才凸显出 所以我们慢慢就有了这个 所谓我叫做个人本位的自我理解 这个东西大家知道在现在这三十年来 新的这些语字我不知道我们有所谓法人的概念 有持股人的概念 有业主的概念 这些都是个人的 而且法律真正的对象是你个人 我们现在一般来说不在什么满门抄斩 朱连久住 你犯了罪 你如果是成年人 你必须自己负责任 就是你的权 你是一个个人的权利主题 同时也是一个责任主题 特别是纳税人的概念 你跟国家的关系不完全是一个 或者说已经不主要是一个 父亲和孩子的关系 以前我们是用这个来想象的 我们把县长什么叫父母观 对不对 我们还有很强的想象 甚至有人愿意 愿意说把我们的国家政府 想象成一个父亲 当谈感情的时候 我们想象成一个母亲 所谓是父母对孩子的关系 但是现在纳税人概念 纳税人概念我不知道 在我小时候绝对是陌生的 我根本不知道有什么纳税 因为我父母的工资单上 根本没有纳税这一条 我们以为我们是不纳税的 然后国家是哪来的钱呢 国家是 我小时候认为他们就是印出来的 印出来然后就寄给大家 其实我父母那一辈 虽然没有什么所得税 但他们其实付了很高的税 百分之六十七十八十的这样的税 但当有纳税人概念出来以后 我们知道国家是靠纳税人来运作 于是我们会 这种语次的出现 我们会站在一个非常不同的认知 和规范的意义上来看待国家 所以个人化的自我理解 也带来了一个很强的政治和社会的 这样一个图景和认知 第三个变化 我认为是一个生活方式的多样化 和信仰的多样化 这个也是伴随着整个现代 这个基本和世界的现代化潮流 是差不多的 想象一下如果二十年 我看三十年前同性恋在中国还是最 二十年前大概变成一个道德错误 十多年前是一个心理问题 现在变成一个时尚 如果在艺术界 在时装设计界 在歌词界 你如果不是一个同性恋 你基本上不是一个合格的 You are not qualified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我知道中国心理学会正式的 大概在五年前 把homosexual 从abnormal psychology 那个list上去掉 这被认为是一个进步 所以我们在人的信仰 在政治意识形态 在生活方式当中 我们会遇到形形色色 你会遇到各种各样不同的人 你会遇到佛教徒 遇到基督教徒 据说基督教徒 在中国有人估计是七千万 当然有很多儒家信徒 有毛派分子 有自由主义者 有爱国者 有华夏文明优越论者 有中国国民列更性论者 有清西方者 反西方者 有环保主义者 动物保护主义者 女性主义者 素质主义者 独生主义者 同性恋者 双性恋者 等等 也就是说 重要事实是什么 就是说 几十年前 我小时候生活的 那个 所谓一个 同志性的 就homogeneous 一个同志化的社会 不复存在 就那时候大家 人人都叫同志 是一个共同体 是一个 就同样质量 这个 同志化的 这样一个共同体 就像同志这个词 我们现在都不太用 我们用了 也是指不同的意思 北京那个 公共汽车系统 公共公交系统 他们正式地 修改了他们那个 职员训练手册 就把那个 本来说 同志您好 请上车 他们把同志这个词给去了 所以它容易引起误解 他们是与世俱进的 就是说 改成女士先生 然后叫小朋友 所以中国社会 已经逐渐成为一个 多元化的 意志性的共同体 所以这三个方面的改变 也就是说 平等价值的诉求 有个体本位的自我理解 就是个人化的自我理解 和生活方式和信仰的 多元化的趋势 同时能够应对这三个挑战 这样一个现代性的特征 是自由主义 或者说某种特定版本的 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 做出了最好的 相对来说 最好的这样的回应 我专门写过文章 论证 他们在回应这样三个 现代性特征当中的优势 我并不是说 传统的社会主义论述 和正在复兴的儒家 就完全没有希望 我介入了 跟这样两种主要论述的辩论 我专门写文章 大家可以去看 我认为社会主义 当然它跟平等主义 有非常亲缘的结合 但是它很难面对一个个体化的自我理解的社会 特别是一个多元主义的社会 因为传统社会主义 它要求的是一个 大家像同志一样 连个万众一心的思想统一的社会 要造成一个社会主义新人 这样一个企图还可能吗 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才可能 儒家传统也有类似的问题 这里我不能够多展开了 也就是说 它们要么经过很大的改造 要么吸收自由主义的重要的洞见 否则 这三种趋势 在三种趋势下 是很难能够在中国扎根的 也就是说 它们可能成为某种外来的东西 是foreign 的东西 也就是说 如果我的观察是对的 也就是说 如果平等主义 平等的个体化的 和多元化的这个倾向 已经越来越成为我们社会的趋势 已经成为我们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 自由主义的问题至少是 它已经不是所谓西方的强加给中国 它是内在于我们的 它是我们的constitutive part 就是我们的构成性的元素 也就是说 没有这个 我们已经不成为现代中国人 当代中国人了 所以说 中国自由主义是借西方来的 这是一个假问题 这是一种虚空的 肤浅的一种指责 所以我简短地做一个结论 我说 是的 中国是特殊的 但中国人也是人类 就像每一片树叶都是独一无二的 但树叶还是树叶 我们当然应该说 是我们的还是好的 这两个标准都重要 但是我们即便承认 我们应当以中国人实际肯认的好坏标准来判断 那么我们的标准是什么 我想线下的这样一个中国模式 当然它的那个崛起的那个速度 那个令人 大概能够让外国人惊讶 甚至令他们感到威慑 威胁的 但是在我们看来 确实还是非常 至少是 有一种复杂的 爱恨交加的 ambivalent这样一个心态 因为它一方面确实有很多成就 我刚才提了 但另外一方面 就是说还是 有许多我们期许的目标没有达到 比如说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至少你的这个经济系数 你的不平等的这样一个水平 应该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而且GDP是一个总量 大家要人均GDP 我们还很低 据说有一个中国足球队的球迷说 你们老骂中国足球队 我告诉你中国足球队的水平 我们的人均GDP 还不如中国足球队的排名高 我们的腐败指数排名 还低于中国足球队的 是这样的排名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至少要指望这样一个社会 就是说 刚才我说的 人均GDP也好 我们的经济系数也好 还有我们的教育和医疗开支 大家知道国家说这个很困难 但是就前几年而来 我们教育和公共医疗的开支 年度开支 是和公车 还不是三公 公车花费是同一个数量级的 当然今年开始我们就特别有信心 过了十年以后 我们当然就更有信心了 然后我们还希望我们吃饭的时候 至少不要老是担心 这个食品是不是安全 是不是会有毒 我们说话的时候 至少不用特别担心 这个思想是不是有问题 或者我们的敏感词会不会被删掉 所以自由主义的原则 至少它针对的 现代社会与政治的问题 已经成为内在于中国自己的问题 我们期许的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 并不是说照搬某一个现成的西方的 无论是美国的还是欧洲的 因为现在的发达国家 它也没有完全兑现它自己许诺的理想 但是未来理想的中国道路 如果说真的是中国独特的道路 不是说你没有解决 我比你解决更差 也不是问题 是应该更好地回应我们最深的诉求 我们是平等的自由的个人 我们生活在一起 我们希望有一个共同富裕的 精神活跃的社会 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倾听民意的 讲道理的 可以问责的政府 我们遵守共同的法律 而造成的秩序 我们生活在一个多样的生活当中 仍然是合作的 甚至是团结的和友爱的 这条中国道路仍然在探索之中 我们需要上下求索 而希望是在你们身上 在精神自由而丰沛 思想独立行动坚强的 新一代公民身上 所以中国的未来是取决于 你们这些年轻人的思考与创造 今天我看到很多年轻热忱的面孔 我感到一种希望 这是一种力量 也是一种慰藉 谢谢 每一篇书乐都是独一无二的 书乐还是书乐 这个是非常文艺中年的表述 大家看到 非常谢谢刘晴教授 我们再给一点掌声 给大家好不好 非常精彩的一个演讲 然后我发觉我其实 不是太适合做主持的 因为他一边讲 我就心里面快点讲完 让我来讲 这样子 所以我要做主持 让我用一点点的特权 来entropy一下刘晴教授 我已经习惯了 我很喜欢 I really enjoy 因这边的理论 有一些想法 要我开放让大家 我们有相当充分的时间讨论 我理解今天讨论的问题是这样子 自由主义是 自由主义可以说是整个现代性的一个基础的哲学 就是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的政治理论跟道德理论 它是为整个自由民主制提供一个道德基础的 要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 其实说起来就是自由跟平等这两个核心价值 要核心平等这两个核心价值 发展出来我们每个人都要有些基本的权利 我们有普选 有民主 有宪政 有法治 我们对自由主义构想是这样子的想法 所以我们将今天这个问题 其实所谓自由主义跟中国的道路放在一起 其实是追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中国可以走 中国现在举取了中国强大了 但中国往下走的时候 它能够走出一条非自由主义的道路吗 然后如果真的能够走出来的话 这条道路是值得我们追求的吗 它不仅仅是一个食仰的问题 也是一个阴阳的问题 然后我相信刘勤教授其实在这里提出了相当 今天提供了他的一个看法 我觉得在座很多同学 其实都 有些内地同学都读过政治课 政治课当然读过马克思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 刘勤教授的讲座 其实可以用一些改良榜 那个马克思主义的说法 来解释他的基本的观点 可能他会不同意 让我说多两句 这马克思这个基本的论书 当然就是我们人类的生产力 会不断地发展 对不对 要生产力不断地发展的话 原来的生产关系就会受 会对这个生产力构成一个阻碍 所以为了打破 当生产力总是不断发展的时候 这个生产关系会主要到时候 我们就要冲破生产关系的障碍 然后我们社会就有 所谓的历史就会进步 从某一个生产关系过度 到另外一种关系里面去 然后在这个里面 所谓的经济关系 就是生产力是所谓的下层降组 生产力跟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改变以后 这个上层的降组也有 跟着相对应的改变 所谓他的经济决定论 这个最基本的一想法是这样子 其实刘勤教授 我想他的 他有很基本的观点就是 过去这个三十年 中国其实基本上是走一条 所谓的生产化的道路 所谓生产化的道路 其实就是资本主义的道路 所以对资本主义 或对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发展 其实大家有兴趣可以看 马克思的这个共产党宣言 我觉得一点都不过时 你看共产党宣言里面 描述的很多的社会转变的过程 恰恰是我们过去三十年里面 经过这个道路 就走过的道路 所以刚才所讲的城市化 工业化 商品化 各个体化 所以在这个社会转型 非常巨大根本的社会转型的过程里面 那就会出生 刚才刘勤教授所讲的 我们这个社会 其实经历了一个非常根本的转变 这包括他所讲的三点 就是平等主义 个体化的出现 然后这个社会相当相当的多元 他觉得这个是我们 中国目前走到这 发展到这一步 相当普遍的一个社会现实 那这个社会转变以后 什么样的理论能够才回应这种转变 比如个体化的出现 个体的出现 然后这个城市化工业化出现以后 什么样的政治制度 什么样的社会转变能够 比较合理的回应这种想法呢 我想留情的说法就是可能 自由主义的套 那一套的想法 那一套的制度安排是 比较能够合理的 那如果 所以我理解说 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 有其他的道路 就面对中国这样的一个现实 刚才所讲的三 他所讲的三个很特别的特征 有其他的可能性吗 我觉得现在中国思想界里面 有两种观点 一种就是回到传统里面去 就是所谓中国道路 所谓的中国性 最特别就是我们的儒家思想 所以很多人就说 我们要谈儒家宪政 或者从儒家里面 吸收一些资源 来走出一条 另类的现代化的道路来 跟西方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有没有可能成功呢 这个大家可以想 这个是一种 第一种回应就是说 也不要儒家 也不要自由主义 我们现在已经是最好的 现在就是一党专政 我们这个威权体制 我们只要将它优化 对不对 我们有中国特色的民主 集中机构的民主学商制 这个已经已经是最好了 问题是还 只要这样优化就好了 可能现在其实中国 可能也有相当不同的派别的人 其实在支持这个说法 或者说现在这个政权 这样子这个统治模式 已经是最合理的了 我算是这个第二种的 所谓的中国道路 第三种呢 其实就是刘青刚才总结 我觉得他提出很好的问题 就是说 OK如果是自由主义的话 那很多人说 现在西方的资本主义 已经走到尽头了 或者西方资本主义 比如过去这几年 很多金融危机 已经有很多 就从西方走过来的道路里面 我们看到 它有很多好处的同时 它面对很多很多的社会问题 污染的问题 个人的异化的问题 精神的危机 各种各样 那如果中国走下去 有没有一方面去发展 这个市场经济 一方面去追求这个 自由民主宪政 但同时我们有能够发展 在中国这个土壤里面 能够develop 发展出一些道德之言来 去面对西方走过一些危机 然后走出一条 这样子一种进步的 基于自由跟平等的 一种的中国道路来 而自由中国大道不仅仅是 模仿西方 而恰恰是能够提供一些 更好的一个发展道路 给整个全球去参考 我觉得这个是第三条道路 我猜想留情 其实寄望我们中国 有这样的志气 或者有这样的 expectation 所以我们应该 往这个方向走 我觉得这个是 现在中国思想界里面 相当多的一个争论 对不起 我说要太多 只有提供一点点的背景 好 现在我们来开放讨论 大家可以自由提问 不会吧 大家没有问题 我一开始说 这是一个邀请 是一个交谈的邀请 大家就是 好 那位朋友 请介绍一下自己 好不好 在香港 现在基本退休了吧 我想请问刘教授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大陆背景 在大陆受教育 上大学90年代移民到香港了 那么我很有兴趣 因为离开了20年嘛 今天听刘教授的演讲 我想就是你在香港中文大学 这个一小时的演讲 如果在华东师大 你原版的能不能 在这个课堂上给学生演讲 我如果能够原版的讲的话 华东师大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学校 我几乎可以原版的讲 但是如果我完全原版的讲呢 那么中国模式就成功了 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是说我会赞美它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如果香港和大陆内地 现在完全享有同等的言论自由 那么中国模式 它不光是一个经济富强的模式 它同时也预示某种文明模式 但这些方面还非常欠缺 即使是在大学的课堂里 还是有差别的 大学课堂里已经是最开放的 我不能够完全 我想不能够完全 一模一样的 我会用一些更艺术的方式来讲 因为我是文艺中年嘛 如果有不同的话 你在哪一些观点问题上 在修词上 在修词上 主要在修词上 在修词上 因为我想同学能够传达 就是会理解我的意思 因为老实说 我现在当了系主任会有一些压力 就是我以前可以更少顾忌 但现在呢会有一些顾忌 因为经常受到 钟爱我的领导 他们来反复的叮咛我 这个是会有顾忌的 因为我在香港呢 有时候也去参加一些论坛 我觉得国内来的教授学者 他们自我的内心啊 到了香港就有一种自我的设限 那么今天呢 我很高兴听到刘教授 他给我的感觉是 按他自己对这些理论问题的 思考和探索在讲的 谢谢 因为国内呢 我知道 中宣部啊 或者国家有这个 什么七部讲啊 宣传三个自信啊 所以我比较感兴趣 你在国内和在香港讲的内容上 就是说 比如说他讲的七个不能讲 就涉及到什么样的论点 你能不能举个例子 就是在国内 华东师大的课堂上 可能就比较困难 实际上中国是非常诡异 你说这个七部讲 大家都听说 但是七部讲 本身也不太好讲 它不是公开的 它是一个下达到某一集的文件 但这个文件在我们教室当中没有传达 这个是比较奇怪的 也就是说 它本来是要做出一个论述来的 但这个论述呢 由于它不愿意变成一个普遍的论述 能够让大家讲开公共讨论 所以它变成一个保密的东西 或者在某种意义上保密的东西 你说多诡异 这个见像一个证明 我特别不满意的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作为一个 我对一个比较 专断的政权 会有很多很多不满 我尤其不满意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我是不满 有一些人 他们在道德上是可疑的 在智力上更是可疑的 而他们来决定说 你应该读什么书 应该说什么话 我觉得这是极端荒谬 这是我不能够接受的 好吧 我就先称 谢谢 好 后面那位女同学 刘老师您好 刘老师您好 我是军晴 然后晴是刘晴老师您那个晴 是吗 然后我是 香港中文大学的新闻学硕士 刚才特别同意您讲的一点 就是说 中国就好像是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我们所有的成就 和所有令人发指的问题 都藏在过去三十年 我们的整个的发展过程中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 在我们国人的情感方面 或者情绪方面 有很多的矛盾 比如说我们的容忍度 变得越来越高 但是我们对企业 或者对国家的忠诚度 变得越来越低 或者说 在对于中国这个 传统文化的一个质疑方面 我想就是请问您 您觉得中国人 就是我们在宏观上面来讲 他离成熟 这个标准还有多远 就是我们现在有太多的情绪 太多的左右之争 但是我们绕过了核心 没有一个理性的思考的环境 除此之外 在现在 就是刚才我们还讲了很多 中国的发展 中国的发展很快 但是像西方很多国家 它有一场思想的启蒙运动 在启蒙运动之中 知识分子是占核心地位的 但是在中国 就是我们有可能性 知识分子起到一个中流砥柱 来引领这样的一个潮流 然后第二个就是个人知道 刘老师除了是一个很好的老师 还是很著名的诗人 就是您的声音也特别好听 您能不能当场给我们朗诵了一两句 您自己的诗歌 谢谢 第二笔要求就算了吧 我曾经是一个诗人 钱总书说 我记得他说过 他说 年轻的时候老是把创作冲动 和创作才华混为一谈 自己会 后来发现我自己是属于那种人 在年轻的时候自己误误以为 创作冲动是创作才华 这个就算 我也背不下来 前面一个问题其实挺大的 就是说 你谈到一个民族的成熟 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因为民族成熟 并不意味着 我们抛弃所有的感情 和所谓非理性 因为感情在某种意义上 都是有某种非理性 或者跟理性不太有关的部分 但是我认为 一个成熟的民族 它有一个标志 就是说 能够自信和从容地 面对自己的传统和处境 而且能够彼此面对 他们是能够说话地相互讨论的 我觉得比如说在这个意义上 日本现在在政治上 还不是一个成熟的民族 他们对自己的历史非常非常纠结 我们中国是不是在 作为一个大民族 它成熟无论 也没有 因为我们有一些点是不能碰的 一碰就会炸掉 而且这个点还不止一个 有很多点 大家为什么不能够碰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东西 比如说文化上的层属 正常的层属 比如说对国家的忠诚 我们是不是有可能发展出一种 我们叫做critical loyalty 对国家有一种批判性的忠诚 是不是可能 你看在西方思想史上有 像维罗利亚这些人 他们讲过爱国主义 跟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区别 像维罗利亚在 跟意大利里 跟思想家对话的时候 他们讲到 就是说 在法西斯主义时代的意大利 他们有这样一种想法 就是说 当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盛行的时候 真正的意大利人感到自己是处在异乡里 就如果他们是意大利人 我们不是 或者我们是被侵略的 就爱国的意思 不是无条件地认同我的一切 我既有的一切 而是说对他有一个判断 像哈姆马斯 后来还有John Wall Miller 这些人发展出的所谓 现正爱国主义 就是说 他的一种忠诚 可以是有一种批判性的忠诚 这里面非常复杂 比如说讲到忠诚问题 我也讲到过 爱有两种 一种是所谓对象依赖的爱 就是说 由于他是你的父母 你没办法只能爱他 还有一种 一种叫身份依赖的爱 一种叫理由依赖的爱 就是由于你好 我才爱你 这个你们自由恋爱的人都知道 是因为他的好才能 当然爱到最后 你可以说是天注定的 就是没办法了 你就是我的那一半 那都是神话的结果 你分手的时候 发现这是神话的结果 那么这两个东西 就是说国家到底是哪一种 是身份依赖的爱呢 还是一个理由依赖的爱 实际上我们国家在叙述的时候 往往把它说成是身份依赖的爱 这是一个神话的建构 当然每个国家都需要这个建构 直接性 它没有这种直接性 它是一个叙事造就出来 也就是说在整个中国 你大概认识不超过四千人五千人 但是你的想象是十三亿人 所以国家是一个论述 爱国主义是一个discourse 如果是一个论述的话 它就内在地要服从于论述的一些限制和要求 也就是说论辩 逻辑 质疑 正确 所以对国家的爱 比对父母的爱 亲情的爱 它更要求有理性的介入和批判性的东西 甚至何况我们对父母 哪怕是他们说这是无可选择的 这生来的 但你想想如果有个非常obusive的父母怎么办 我们在中国遇到这样的 就是说把自己的孩子毒打 你根本不可思议的 甚至丢弃 你说对这样的 我还是要无条件的爱你吗 我不认为人可以走得这么远 我不认为爱是要求每个人变成一个圣徒 所以对这些问题都纠结在这里 没有展开讨论 是因为我们基本上在一个公共领域里 缺乏一个平等理性讨论的一个制度建构 光有制度建构还不够 还需要有实践 这个实践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但是我们要开始 大家知道文化和制度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 就是你们去看托克娃尔讲民主社会 你不要简单认为它是一套制度 它需要有所谓民情 他讲的摩托克娃尔讲的一些社会的一个所谓民俗民情 来支持民主的这样一个建设 光有制度是不行 但是在中国的问题和在法国的问题是一样的 就是说和托克娃尔时代的法国 他说美国得天独厚有这样一个传统 有这样一个好的民情和自主 他们支持民主 但在像法国缺乏这样一个好的文化条件的时候怎么办 他认为就得先从制度开始 虽然由制度来养育这个文化 是一个更漫长和更艰难的过程 但是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所以中国的政治成熟 文化成熟也好 我们需要一个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我们需要一个自由的 开放的理性的平台 这个平台是国家的责任 国家需要创造这东西 保护这个东西 就像国家需要规约市场一样 而不是放人市场 这是国家提供的一个公共品 有了这个还是必要条件 就不等于说国家只要造成制度 我们就一切有了 我们就民工马上就成熟 不是的 我们还需要漫长的这个东西 但没有这个肯定不行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被略动 就是说我们怎么才能有这个制度 制度好像要求某种文化 它永远是一个相互循环的东西 但我想 我们不是说哪个东西 是从天上掉下 恩赐下来的 我们就是从一代一代人的公民的养成教育 每个人的努力 有一天这个制度会带来 你想想 中国最近正式废除了牢教制度 距离孙志刚事件有十年了 差不多十三年了 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它是有一个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然后有许多年轻的法学家呼吁 然后有更多的人 付出了我们并不知道的代价 结果这个制度完成了 这个制度完成了还不等于一切都解决了 但至少它是一个成就 所以这个社会转变 它就是这样很多力量合成的结果 特别是我觉得年轻的一代的公民的力量 这是非常重要的 谢谢 非常地精彩的回应 其实我告诉你多一个秘密 刘勤老师是受过意大利歌剧的训练的 所以我很有幸 他逛大科最久的时候都会唱两句 然后非常厉害的 这个我可以作证 那我想补充一句 刚才刘勤讲的所谓 身份依赖的爱跟理由依赖的爱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分 尤其在中国现在这个状态里面 身份依赖的爱我理解就是说 因为它拥有一个身份 你就爱也要爱它 因为祖国就是你的母亲 所以你就不需要其他理由 你就要对它忠诚 它可能是无条件的忠诚 理由依赖的意思就是 你要给理由出来 你要我爱你 你要给好的理由 值得我爱你 我才会去爱你 那就特出这个主体性 所以我不是无条件的 而是说我跟你之间的关系 会有点改变 为什么我觉得很重要 因为中国现在经常述足于所谓的民族主义 或者所谓的身份依赖的爱 来justify 或者正常它的统治的正当性 什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什么之类 或者刚才所讲的中国道路 背后其实有很多这类的情节就是说 因为它是中国的 所以它就是好的 但为什么它是中国的就是好的呢 我讲刘晴刚才已经讲了 那你要给理由出来 不然说因为你是中国的就是好的 因为你是中国的 我就无条件的要忠诚因你 如果不够时间 等一下我答应大家 因为魏延湖 魏延湖现在是红叶 刚刚变红 等一下我们可以到湖边散步 一边散步一边聊 所以大家放心 前面这位朋友 小杉西也零星教授 您精彩的演讲 然后我就想刚才您说的那个 关于春运人口流动的问题 就我觉得可能在远古时期 就是蒙耕时期 那每个田地 它首先在经济结构上 就是一个很固态的东西 就没法有其他的职业上的选择 再加上一些交通方面 技术问题导致人口流动性非常低 然后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的话 就是每一块地它的产出跟收入 可能并没有太大区别 不跟现在一样 就是从农村到第一线城市 它的收入差距会很大 这样子就导致了那个时候的人口流动性很低 那您怎么看待这种产业结构 经济结构 包括整个人类进步 整个人类文明进步 跟传统情感上的一个关系呢 您刚才说您觉得春运这个问题 反映出来的感情的断裂是更大的 那您是怎么看待这两个东西的关系呢 介绍一下 我是经济学经济的 OK 对 每位朋友问一个问题好不好 后面 刘教授好 我是中大真正性的学生 我有一个困惑就是 其实作为中国人 特别是如果去观察网上的联论的话 其实大家基本的需要是一样的 就是像我们宪法说的那样 其实我们宪法制定 比较各国的宪法来说 就是里面的条文都是非常好的 能够贯彻下来的话 这个社会就进步很多 而且就像回到古典 马克思主义说的那个共产党先言 他也承认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所以我觉得 这是基本的观念上来说 其实我们中国社会没有太大的问题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 倒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做 具体上来是怎么做 好比说官员财产公事的话 其实一方面我们把公务员的工资降得很低 以前我听过一个说法 说总理的工资就三四千块钱 或者是不是真的 然后有人要求 你一方面当然就是说 这种大公公事 我个人不计个人利益 但是如果一方面说 你要是否公布出你的财团来 这样说来 如果真的公布了 那我们就每个月三四千块钱 总理这样说可能 所以我的困惑就是 在中国为什么具体的问题很少讨厌 但是那个大的问题争论得很激烈 是我的问题 谢谢 前面就来拿这个 好 谢谢刘青教授 我那问题也很简单 我是中大历史系的 因为刚刚刘青教授的讲座里面 反复提到两个词 一个叫现代化 一个叫现代性 我就是想知道这两个词会有什么不同 然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又是怎么样 好谢谢刘青教授 好 先回答 三个问题 三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关于人口流动 产业结果的变化 你怎么来看这个传统价值问题 我觉得对这个东西我是有纠结的 但是这是一面就是说 你有一种怀旧和痛惜某种宝贵的价值不在了 但是有的时候会 你是没办法的 也就是说 有一种生活形态 它不能够给你所有的东西 当然说到《各种生》这里是 对现代性的批判理论里面有很多批判 就是说它表面上是给了多样化的这样一种生活 但实际上它走向了单一化 这是西方左翼理论 特别是批判理论 就是说它排斥了很多很多种情感 它把消费变成了这样一个唯一的一种 所谓商品拜无教 这也是蛮传统的 我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这种理论 然后我就也会 在你们去买那个什么品牌 时尚那种商品的时候 我嗤之以鼻 就又是一个商品拜无教者 被虚假消费 被意识形态左右的人 还自己不自知 后来我认为这个批判还是有道理 但是我现在会把 会有一个更好的比例原则看来 简单地说社会结构的改变 它一定会引起人的文化 包括情感和传统价值的改变 在这里边我们没有办法保全所有的生活方式 但是当我们对一种 人们内心很认同的 长久的一种情感方式 对它做出破坏的时候 就像我们对生态的态度是一样的 要特别小心和竞争 就采取这些措施 应该怎么样 我觉得尽可能保持生活样态的多样性 也是启蒙之后的一支 启蒙有很多复杂的面向 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有非常多这样的论述 也就是说保存某种传统是可能的 但不是确保的 第二个就是刚才那个同学谈 就是说像我们财产公司 这些小问题 我觉得小问题是有人在讨论 但是没有特别多的公共讨论 有意思的是 这个公共讨论它限制的一面 大家是不清楚的 就是我们表面上看来 好像只是禁止你发言 敏感词 有的时候它的限制是很巧妙 就是说你谈大而无大的理论问题的时候 是没关系的 你谈的问题是有policy consequence的时候 是有关系 比如说你要求财产公司 这件事情 为什么我们不能像香港做 比如说有廉政公署 有比较高的这个 因为我们在针对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说我们突然发现 如果公务员的薪资很高 老百姓会接受不了 但是实际上不让他们薪资很高 公务员维持不了 他处在这样一个矛盾中 然后就有很多灰色的收入 但现在这个反腐的力度 它现在已经很强了 然后上次我发微博也说 地铁上听到一对父子 大概是一个人对话 就说 哎呀我算了 这种情况下 公务员别考了 有什么前途 有什么意思 然后那个老年就说 这种孩子你不懂 你不懂中国国序 你不会一直这样下去的 我也不知道 我希望那个老年人是错的 然后最后一个问题是 现代性和现代化的区别 这个会讲一个学期的 大致说来 现代化是一个比较 50年代开始的一个理论 它一个modernization和modernity modernization它有一点历史目的论 就是说大家都会走上这个东西 它有一些比如说 理性化 工业化 非人格化 非人格化 impersonalization 比如说职业 只是根据你的表现 和你的个人无关 这样一些指标 它认为这样是 每个社会到最后 经过了启蒙 经过了现代观念的转变 和配合到生产方式的改变 都会走上这样的东西 而且它是支持这种东西 它也有研究现代化理论 现代化理论也有 过程和阶段和障碍 也有失败的现代化研究 特别是政治 现代性它好像更对这个现象 有一个中立的看法 甚至批判的看法 它认为现代性是多面的 甚至这个词的使用 就包含着某种对它的多面性的敏感 和对它负面的那些批判的意识 就更强一点 当然复杂地展开 非常多有美学上的现代主义 有政治上的 有哲学上的 包括主体性问题 政治上的 有所谓的现代政治 后现代政治 这些问题就非常复杂 但是这是一个比较专门的学生问题 补充一些同学 你财产公司的问题 可能你不知道 比如最近西区永他们 他们有一个新公民行动 他们就是公开的在北京 拉这个航河 要求官员公开他们的财政 结果就被拉起来 关起来了 现在正在等这个判刑 所以不是不想谈 可能一谈就被拉关了 您好 高齐 我叫高齐 是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助理主任 一般情况下 是我的邀请人 一般情况下 我不提问 是因为时间太有限 很多人要提问 但保存既然说有很长时间 我就今天插一个 插多一个 就是我记得两年多以前 在您家那个沙龙 有一个印象特别深 真的是许继林他站起来说 我今天就代表新左派问一个问题 你们这是自由派的大本营 那我就鬼上身一回 许继林今天不在 我就鬼上身一回 你就假设我是干阳或者王少光 对 我的问题很简单 就是因为今天谈的问题 实际上刚才几个问题 有点理论化比较多 我就谈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对 这是我跟左派的人 讨论的时候 经常面对他对我的质疑 或者他们的疑问 好了 如果我们用刀家的观点 比如说制大国如蓬小仙 我们就是治理中国 就当成烧一道菜 我做一道鱼 我这道鱼呢 这道菜呢我刚做到一半 你说我做的不好 我刚刚一开始我做咸了 但是我已经加了水了 一开始你觉得味道可能不太够 我已经加了佐料了 但毕竟这条鱼还没熟 我刚做到中途 你为什么要让我浇出来 说我做的不对 那如果说我再做下去 把这条鱼烧糊了 那我就努服输 我把这个锅交给你 你去做吧 我不干了 但你凭什么在我还没做完的时候 你就让我浇出来呢 如果你说这个权力 它的合法性来自于选票 我现在拿着这个锅的手 不是选出来的 是我用别的办法夺过来的 你就说我必须交出来 这不合理 你得让我试完 这是一个试验论 比如说它可以把大饥荒 或者大鱼进 成为一场社会实验 把上海下江成为社会实验 把文革成为社会实验 我都是在做实验 我都是在尝试着 怎么能把这条鱼烧得更好 我 对 问题在这儿 但是你也说不出来 我什么时候应该烧完 我也说不出来 但是在还没熟的时候 你不可以让我交出来 除非你有本事夺过去 或者说你有本事 把这条鱼 已经半生不熟的鱼 说动了 从我的锅里跳出去 那也可以 Anyway 你得给我一个潜力 做实验的潜力 您怎么回答 第一 这个隐喻本身是非常反动的 反动的意思是说 它没有把人民和政党的关系 看作是人和人性的关系 这是直接违背马克思主义原则的 马克思讲过 如果我们以爱的 来对待爱 以人对待人 它是把国家的人民跟统治的关系 看成是一个处师 还不是跟副手 是跟本身的食品 这是极其反动 这不是一个左派的思想 这是一个极右翼的 法西斯主义的思想 在政治上 在观念上 第二 这个标准 它说的标准是没有的 因为如果只是处 你看这里面 它有品尝这道菜的人吗 它是一个独白 独白不是一个现代政治的东西 因为你是要接受理由的 首先这个烹饪 你说这个也是实验 那个也是实验 大饥荒也是代价 文革也是代价 我觉得纳粹也没做完他的实验 你给他的实验太早少了 日本清国主义 大东亚公民圈不一定搞不好 说不定大东亚公民圈搞好了 我们现在钓鱼岛的问题也没有了 而且还可以抗抗欧盟 和全世界第一大呢 可以抗抗美国 而且我们黄鼠的人 全世界最厉害 你才给人家多少年啊 才给人家八年都把人打下来 不行啊 这个代价还很少 看了战争的时候死了多少人 我不知道 现在有一些数据 大概跟大饥荒的时候差不多的数据 就是保守都估计差不多 当然这两个事件性不能相提并论 但是如果以这种实验论的 这样一种说法的话 纳粹的实验也没做完 大东亚公民圈的实验也没做完 我们继续可以为他辩护 而且这道菜什么叫做熟了 做得好不好成功不成功 谁说了算还是厨师在那说了算 因为他既是厨师又是品尝人 还是下定论的人 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音乐 而且是一个非常无力的回答 我不认为左派就对自由主义整个安排 没有好的挑战和回应 有比这更好的更值得 take serious的这个回应 这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回应 但他放在网上 可能会有一个 在修辞上会有意思 对 谢谢 我姓吴 我叫吴亦庆 我是在布伦多大学任教 这个学期在中美大学访问 我本来是想问一个 关于自由主义的问题 在刚才收到高老师的 那个 从左派的角度 一个虚拟的 这样一个主义的 这样一个问题的启发 所以我就跟进 那我就跟进问一个 关于左翼批评的问题 那么就是 刚才高老师的这个问题的启发 我突然想到就是 其实 假如今天有左翼的批评家 对今天刘天老师的这个演讲 会有这种反应的话 但是 在十几年前 当中国的那个左翼批评开始的时候 所谓的新左派在15年前将近开始的时候 当时的这个批判的立场 并不是这样的 是 这当时的批判立场是 那个 当时的主要批判人物 王辉也好 王兆报也好 随之间等等 等等是 对所谓的新自由主义 对所谓的 当时还没有中国模式的提法 对 但对中国的所谓资本主义化 现代化的道路 市场改革 改革开放 是一个 比较强烈的批判的立场 对 而且这个批判立场 他们当时是一个 用一个 其实是一个 我们比较熟悉的 这样一个批判的策略 尤其从左派的立场 是一个比较经典的批判策略 就是把革命史 把社会主义的历史和革命史 和改革开放的所谓资本 和资本主义化的历史 把它分割开来 中间有透过这样一个断裂 完全的断裂 或者用毛泽东话来说 就能把毛泽东的革命 或者继续革命 和资本主义复辟 把它割裂 用今天主流的官方话语来说 就是用前三十年来否定 后三十年 当今的话语是说 我们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 但是一个经典的左派立场 是用前三十年来批判后三十年 用革命来批判复辟 那么刘萱老师刚才的今天演讲 在开始的时候 已经提到 在最近的 近几年的新左派 左翼开始有一个转向 而这个转向 其实它的 其实已经相当明显 这个趋势可能从五六年六七年前 已经开始 当时可能 从我个人来讲 我不是很敏感 但是我不记得 那个文章是什么时候写的 其实这个已经 已经包含这个含义在里面 但是今天已经相当明显 一些主要的一些左翼的批判人物 这个人物已经都有这种 把两个三十年把它要连起来 用前三十年来解释 来支撑 来支持后三十年 为中国模式来提供理论的和历史的依据 那么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趋势 我们进来追导的分析 那么这个 所以我想 希望能够留学老师更多 谈谈你对这样一个 左翼批评转向的理解 它的原因 当然如果光从现在 中国近十年的经济上发展成功 他们有这样一批 羊羊自得左翼 左翼从一个比较愤怒的批判角色 从羊羊自得开始得意 这个当然是可以是一种解释 但我怀疑 但我自己不清楚 它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我想这当然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就是说 我要声明一点 我是一个 我有很多左翼和儒家的朋友 我认为 一个真正的好的自由主义者 你是要 你不是一个原教旨主义 是一个像教徒一样 你是不断地倾听和对话的 而且是保持这个 你的结论是tentative 我认为 站得住脚的自由主义的人 是应该经历最严厉的 左翼和保守派的批评和质疑的 那么对左派思想家 我一直是很关心 因为我本来以为自己是一个左翼 特别在西方语上 后来到中国 我就发现自己 怎么就变成一个自由主义者 因为比如左翼 它是一个 以前有一个词叫 Critical Intellectual 是一个批判型的自治人 但是我发现 我们现在左翼 变成表扬自治人 老在表扬 这个是有一个区别 这个区别 这个转型 我发现有三种可能解释 一个最恶意的推测是 这些人是为了获得个人的利益 我认为这个说法 我不去认真地对待 因为这是诸心之论 我也没有什么证据 除非你有很好的证据拿给我看 我认为做政协委员 还不是一个证据 那么第二个想法 我是最大的同情去看 我认为 新左派比证家 可能会有这样一个concern 一个关键 就是说 就像那天茨基威老师讲出来 就是说 现在所有的自由民主制度 它跟资本主义之间的那个勾连 好像 虽然在比证上不是必然的 但是似乎 是由某种摆布托的关系 就是 自由民主派 特别是我们 比如我跟宝松 比较接近的像罗尔斯家 并不对资本主义抱有完全拥抱的态度 是抱有批评态度 是并不完全排除自由市场 但对资本主义 特别是资本的支配力量 是非常警觉和批判的 但这在理论上是可能的 在原则上 但在实践中 你会发现 自由民主国家 它在经济上 多多少少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形态 而且这个资本主义形态 它的力量 已经辐射出经济领域 在公共领域 在政治领域都有影响 对这样一个资本载质的现实 自由主义者 当然这是一个严峻的导致 和应该思考的问题 但我在想 左派学者 对他们最大同情的理解 他们说 如果放弃了中国的特殊性 可能全世界 已经再没有克服这种模式的力量了 所以 让我们把这个鱼烧下去吧 哪怕再付更多的代价 说不定能走出一条 克服这个模式的道路 那么另外一点原因 把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连起来 有一些经验上的联系 我个人跟一些社会学家讨论 我也是支持的 第一就是说 前三十年的十字律 中国有益 大家 就是农村教育啊 学毛选啊 它不管是有益无益 它是客观上提高了中国人口的十字律 这个跟中国后来的那个 现代化发展 就是现代化去主学区有关系 因为一个外包产品 什么来了以后 你印好 menu 普通工人就在很短的时间内 他能够读那些手册 很快地上岗 有人专门做过中国和印度工人的比较 这个是一个成就 第二个就是说农村医疗 这个研究更多争议更多复杂 但总的认为中国的年轻这一代 就是当时改革开放时候的 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 他们在体力上 可以更好地维持一个长时间的 八小时的强度劳动的这样一个体力 也是跟印度对比 这也是前三十年的一个成就 还有一个就在农村 由于人民公社它有一个大的水利系统 在不同地区 那么就给后来的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造成了一个条件 我认为这个是一些能够联系起来的 当然我们要看到 在这三个有利因素背后造成这三个有利条件 它有另外一些代价 包括物质的 经济的和人道代价 怎么平衡是 怎么来评价是很难说的 当然这是一个复杂问题 我觉得左翼 新左翼的挑战永远是 你怎么自由民主兑现你的承诺 我不能让资本成为一个载质性的力量 成为一个支配性的力量 怎么能够发展出这样一个 但是对于刚才想到 哪怕是最早初期的左派 就是把毛的不断革命理论 和资本主义对立的面容模式 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不断革命的主体 是具有本征性的主体吗 那个无产阶级是什么意思 那些人是 在什么意义上 成为一个自觉的和authentic的本体 这个革命是对谁的 和为了什么的 它实际超过什么 也是可以展开讨论和辩论的问题 好 非常精彩的回应 现在口话越来越多 先让这边 抱歉 这边好像没有人问过问题 有一个优先前好不好 一个问题 刘教授你好 我是崇基神学院的学生 然后我想问您的问题 比较外行 您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 好像您并不属于一个统治阶级 这样的一个阶层 我不知道您的家庭背景 还有您好像也不属于比较底层的 这样的一些在工厂里做工的 工人的一些阶级 那您可能处于一个比较中间 或者是独立于这些群体的另外一个群体 那在中国这样一个相对来说 您自己也认为 没有什么言论自由的地方 没有一个相对成熟的一个公共的空间 可以去探讨一些问题 那您现在所研究的这些 就是你们左翼与右翼之间的一些对话 最终产生的一些成果 您是怎么把它上传下达 最后转化成一种成果的 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谢谢 先听多两个问题好不好 后面那位男生吧 刘教授您好 我在香港做媒体的 有一个问题是 关于自由主义在国际关系方面的一个论述 我注意到去年有两件事 一个是刘晓峰有一个新国富论 还有一个是年尾的时候 汪辉教授写的一个朝鲜战争的一个回顾 这个两篇文章基本上是有一个 在我看来左右比小的话有一个特点 就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自由主义派 在国际关系方面 这个道德高地经常是站不住的 这个普通老百姓经常会有一个印象 我觉得自由主义者是卖国贼 这个是网上经常这个谩骂的时候使用的一种语言 这个也是反映了一种客观 就是说是不是可以理解在自由主义的建构方面 您刚刚说了 平等还有一个个人文化生活方式的现象 和多样化这方面是有社会基础的 但是对于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或者说 作为一个民族在世界上的一个立场 或者采取什么样的姿态 具体来说在面对钓鱼岛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可能自由主义者会说 我们不应该那么狭隘地去采用民族主义的立场态度 但是暂时我没有看到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 说我怎么样来论述类似于领土或者说主权这样的争议 这样的问题经常会在社会的一个普遍的印象觉得自由主义者可能比较清西方 所以说在公众舆论方面会不会导致有一个劣势 包括我去年注意到这个背影的崔平教授有一个发起一个关于中日之争的一个学界的联署 他当时说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段话 他说我们一直觉得这块政地是被左派给占据了 所以说现在自由主义者必须要站出来在这个问题上有所建构 当然最后可能反应的话各界评价不一 但是我想请教一下您对于自由主义在国际关系方面有什么样的构想 谢谢我们听多一个问题 你刚才谈的那个声明好像他也签的 我也签了最少 那位朋友 刘教授您好我是中文大学的学生 我想问的问题是您说现在国内缺乏这个自由开放和理性的平台的话 我们没有实践的机会 那您觉得我们怎么样迈出第一步 就是怎么样国内可以努力产生一个或者是一批这样的平台 如果是它产生的话 您觉得它最先会在什么地方或者说哪个区域发迹呢 有三个问题当中有两个是相关的 我一定要澄清一下 我从来没有说国内完全没有一个自由开放的平台 如果这样说的话 这个是一个非常荒谬的说法 自由不是全有和全无的问题 是个程度的问题 我说我们还没有在制度上完全建构一个能够充分表达自由和开放的这样一个制度 但并不等于在实践中没有 也并不等于它是完全没有自由空间的 因为这里面牵涉到非常 刚刚做媒体的那个朋友大概是关心国内媒体 他就会知道中国的这个媒体怎么样开始逐步的有了更多的言论空间和事 一方面是娱乐化 另外一方面对公共问题有了更多的表达的可能性 这个它是符合制度的某种抽象的原则的 但是和某种政策一直在发生纠结和抵触 那么对于知识分子来说 你说我们怎么办 我觉得知识分子首先说 既不是高层 知识分子有一个特点 它是 它一定有自己的社会阶层 但是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 你不应该受制于自己阶层的眼光和利益 所谓独立知识分子的意思是这样 就是说 你虽然有一定的经济的利益 但是你应该超越这个东西 不是每个人都非常容易 但是你要对自己的利益 要有一个自觉和反思 你要代表公共发言 不管能做到多少 但这应该是成为你一个青年的意思 然后 把这些东西转化成公共写作 上传我现在一点都做不到 我不能说下的 我不认为它是被我下的 我认为是公共的 是对大家发言 中国是有一些媒体 比如说我给财新传媒 《新世纪周刊》 写过了差不多一年的专栏 他们的尺度就是相对的 这个尺度都是斗争得来的 我认为在西方国家 有了所谓言论自由的政治法理 也有一个斗争 因为有隐形的权利 和隐形的资本的干涉 都需要斗争 公民它不是说建设成一个制度 就一劳有益了 在制度完善之前它需要推进 在制度完善之后 它还需要不断的实践 这是我对这样一看 就是说这个空间不是全游和全物的问题 它是一个逐渐在扩展 和逐渐建制化的过程 我认为现在中国媒体 它由于它媒体自身有改革 开始所谓媒体商业化 商业化本来是为了解决 这个自负盈亏的问题 最后带来了其他的一些后果 然后现在有网络和社会媒体 都会出现一些新的空间 我觉得这个是我的第一个问题 和第三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特别重要 和特别好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 实际上我跟一些年轻人 现在成立一个世界政治研究中心 我们想提供一个新的论述 就是说 是要有一个关于世界政治的事业 但是不同于所谓 你说的传统的 它自由主义对国际问题 就是没有看法 是要是有看法 是应该有看法的至少 就是第一 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 应该原则是一致的 我其实特别欣赏我们国家 在外交上面的某些说词 比如说 我们希望冲突双方 都本着克制和理性的态度 不要动用武力 以协商和政治的方式 对话来理性的这些问题 我想这些问题要用在 比如说拆迁啊 访民啊上面多好啊 这种双重性 你觉得有的时候 是很奇怪的 但是就是说 对于这个世界格局 我认为是有两个东西 我们一个对世界格局的判断是 落后就挨打 这个在现在不是全部事实 在现在的世界秩序 我认为世界从一个 威斯巴利亚之后的 当然这里面探陷了太多的论 就不能展开 就巴黎和会那时候 是瓜分世界 强权瓜分世界的这样一个 就强权即正义的这样一个世界 正在转型到一个 以平等全球正义为原则的世界 如果以前那个叫2.0的世界 如果最早那个是1.0的 就是霍普斯世界 到3.0的那个全球正义世界 我们现在大概是2.5的世界 但是我们中国人是习惯于 以2.0的世界来思考世界格局的 也就是说 我们的记忆的历史 我们交往的历史 一直被锁定在那个 鸦片南京以来的 屈辱的创商记忆当中 这个对我们的认知是有妨碍的 有问题的 于是 但是我们要辨析 比如说美国霸权意味着什么 你想想看说 美国想打谁就打谁 还有说 英国是什么 有加油顺口流 中国是谁打我就骂谁 对不对 就是这样 好像中国其实没这么做 如果美国是 真的是说 强权就正义的话 大家说你看 联合国没有通过就是打伊拉克 但是他的联合国 花了多少脑筋 动了多少资源 那时候他竟然要给 不是要给谁打电话 给墨西哥总统打电话 跟总统打电话 他非常要求联合国同意 如果我就是霸主了 如果我就是2.0的世界 我就打你怎么着 他不能打你就怎么着 他要想方设法通过同意 也就是说 美国的霸权行为 要通过他标榜的 至少他标榜的 那个原则来批判他 如果 如果就是说 如果我们本的将领人说 西方是虚伪的 都别相信 那我们也别相信 那么 关于塔纳摩监狱这样的事情 他就做了怎么 我就是老大 我就把你关了 我就非人道 我就审讯了 正因为我们承认 由于这并不是美国的标准 这发源于欧洲启蒙时代的一个人道主义标准 最后变成国际战争法 你违反这个标准 你就是不正义 也就是说 我们按照中国和西方对立的这样二元思考 我们根本没办法批评美国 也就是说 你霸权你厉害 那么我要做到比你更霸权 比你更厉害 这就是重新进入一个弱肉强势的时代 所以自由主义 它对国际上是说 它是可以批判一切不正义 包括钓鱼岛事件 但是我们是有一个原则 我们是一个世界三 还未达到的那个3.0的一个标准 当然具体的国际世界是要分析 就是说哪些是符合国际法的 符合国际争议的 有些东西是有争议的 但争议是要展开了 我觉得自由主义在这方面做的不够 但是并不是说没有办法可做 没有东西可做 因为自由主义它可以 你如果坚持国内的政治 是一个民主的平等的 那么你就完全可以 是一个同构的 完全可以坚持一个国际的 这样一个正义的标准 而且确实现在有学者 自由主义像Polky这些 都在讲全球正义 他们讲全球正义 是在批评现在的美国的国际政策 包括认为国际援助这件事情 你认为这是一个慈善还是一个义务 他们认为不能够做一个慈善 慈善就是你愿意给就给 不愿意给 国际援助是一个duty 是一个义务 自由主义已经发展出来这样一套东西 但是我觉得国内自由主义者 可能被国内政治的问题 缠绕得太深了 还来不及 照顾不到你 因为我觉得 如果介入国际事务的自由主义者 不是说汉奸和爱国这两个 是说在什么问题上 你是不是坚持的自由主义 应该坚持的一次性的正义标准 谢谢 好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在流行教授做一个最后的总结之前 我先做两个宣布 第一个宣布是 星期四就是我们思想节的最后一场 在LT1 LT1四点半 民主女神刘怡 都会讲两种 不是讲民主的细节 两种民主的概念 四点半 这个礼拜四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继续参与 第二件事前面 刘勤教授今天 除了讲这一场以外 他会今天晚上七点半 在新瑶苏彦言文馆的三楼 就是NA 三楼这个C Center 他会跟香港大学一个非常好玩的教授 叫何世宁 何世宁高授 他最近出了一本字状 他们讲一个题目 跟这个题目完完全全是不一样的 叫 情爱 是否 观色 公义 这个 你会看到刘勤教授 完全 另外一面 就晚上他会 跟大家谈情谈爱 还要谈公义 还要将他们 连在一起 所以大家 最好的就是等一下 可以去湖边散散步 然后去Cantine吃个腿饭 然后我们就上新亚里面去 听第二场流行的演讲 主要是何老师 我是清听者 OK 那今天我觉得是非常美好 在这个星期一的下午 有差不多200同学 来一起讨论这样的思想性的题目 可能刘勤不知道在香港能够在中大 有这样子的规模 然后大家可以安安静静地 很认真的讨论两个小时 这样的一个哲学性跟政治性的题目 是相当难得的 所以非常谢谢大家 那大家在结束之前 我们要给一点时间给刘勤 做一个总结好不好 说几句感受 我没有更多的话来说 我非常非常享受 我觉得没有周年那么爆满 对我完全不是一个问题 这里的朋友那个发言的水平很高 提问的质量非常高 我希望它是一个更长 永无止境地这样一个对话的过程 但是我们总是有很多很多安排 我非常享受 然后这是我非常难忘的一个时刻 谢谢大家 OK 那我们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 我也非常荣幸能够主持上讲座 刚才我讲过 现在这个时分去为而湖散布 是我觉得是最好的事情 所以有同学有新学有问题的话 我可以带刘勤 跟大家去湖边散散布 这样子 好 谢谢大家